北京时间11月30日晚,足鞋杯却在次回合,将在鲁能大球场进行,山东鲁能和北京国安的冠军之争,会在这里产生最终的结果, 而在次回合较量中,坐镇主场的北京国安,不仅没有击败山东鲁能,而且还让对手打进了一个可唱进球,这无疑会让玉林军在次回合交手前处于不利形势,现在北京国安需要再次回合击败山东鲁能,或者提出2到2等以上的平均比分,才能捧起今年的足鞋杯冠军, 下前,北京国安官方发布了比赛海报,主题为C-Less Shirt意味着最后一击,希望再次回合完成制胜一击,淘汰山东鲁能而顺利拿到足鞋杯冠军,山东鲁能上一次足鞋杯冠军是在2014年, 而北京国安则是2003年,离现在已经有15年之久,而北京国安最近一次拿到冠军奖杯,还要追溯到2009年,当时是问鼎中超冠军,之后的9年时间旅球队可谓是颗粒无收,虽然成绩很稳定屡屡,位列前茅,但不符合中超传统豪门的风范, 而为了重新崛起,北京国安在中赫集团成为了大股东后,在本赛季初进行了爆满模式,先后引荐了巴坎布,比埃拉,雷世豪,池中国,池文医,胡延强刘欢等多名类外员,而按照媒体报道的数字,这些新元的转会费就超过了7亿元,再加上薪水和奖金,这个赛季投入至少超过10亿元,现在投入那么大, 中超冠军是没有机会了,但足写杯冠军还是有机会争夺的,而离这个冠军奖杯也是近在咫尺,只差一场比赛就可以拿到,不过需要北京国安拿出必胜的信心和实力,因为最近四场比赛里,球队面对山东鲁能仅仅取得三平一负的不胜成绩,所以就需要北京国安多几例点,不要让金城球迷失望了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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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